來這個阿斯文老師 他阿神金粿感是白粉白 要怎麼處理 我們金粿在我上面 他不要這樣 全翻白去 白不白不 其實這種看起來應該不是白粉餅 因為這個白粉當然是會對 不是說白 但是他有時候 他這種金粿好像很容易 他的這個蝦會變得這樣子 蝦有一點 有一點 你會看到 他白粉白粉 這種金粿 你會看到 他白粉白粉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在 比較涼的時尚 或許是會 但是你看不出來是 因為白粉一開始 整個蝦就 破破破都 都翻白 沒有那麼厲害 他通常要白點白點 那你那些是全的都破白 這種呢 這有時候是他的 品種上的一個特色 這個品種的一個特色 這白粉當然是要洗 但是你這不是白粉餅 有的說 我這個葉麥也都會蝦 這點頭是要注意說 是不是有紅地圖 因為當時 蝦的地方又要燒乾 你這是沒有 但是也許銀色的 這是他的這個瓶頸 有時候就 他這個反應上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要像種這個 栗子南瓜 這有的蝦不是這樣 金金這樣 那這部分呢 不用太過度的 這個擔心 這就是說 應該不是這個白粉白 因為白粉在蝦的時候 都頂八點 但是你看蝦後面是紅的 不是說一開始就 整個都蝦蝦蝦蝦蝦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蝦蝦蝦 這沒那麼厲害 所以 這你可以稍微 知道一下 當然 你如果不要插蝦 他整個都蝦蝦蝦 這也是有一個情形 因為 白粉是在我們 冬天 我們種蝦子 尤其像這個 涼涼涼 比較沒落後的天氣 所有的蝦子 其實大部分都會得白粉餅 尤其像這個天蝦 這種如果靜在蝦蝦 裡面 如蝦蝦的這種 這個比較嚴重 我們這個白粉 通常是會出現白色的 一個粉狀斑點 這個粉粉 有時候整個蝦子 都不會超大超大 這樣 大體上 是有這種 一個 因為白粉改名 我們看到白白很多 都會看到 這個 是不是白粉不見得 因為當時這是 日蝦子 在這個品牆上的一個特色 在這裡 那 在這裡來說 大概就是 北方在吹 尤其像陽香瓜 大概大概16度到28度的 這個地方是白粉餅 最容易耗花的這個時候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特色是這樣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在這個營養的時候 就知道一下 這種有時候 我們這個油 比如說 像剛才我們 在說到 像這種 客收心 什麼 牙脱民 這個 這個 這個結界 擁有的時候 我們 提前朋友一定要 稍微了解到 就是說 這種的油 牙脱民 這一系的 這種 我們叫做 石頭皮系的結界油 這都是神藥 神藥就是說 拐生毛孝 老粉毛孝 真的是這樣 但是呢 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 你在營養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 因為你如果不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可能 同一個油 要一直夾 夾三遍 超過三遍 可能 他的藥效呢 就會下降 所以你如果在作風 在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有時候 有時候有的說 那不是說這個白粉 沾水也好 對阿 白粉沾水真的好 但是你沾水 他還沒白粉還沒好的時候 你已經到什麼 就漏困 你一定到萬古 因為湿度 完就是漏困萬古 所以 你如果是一直把沾白粉 說 人 這個 摩摩人 摩摩植物醫生 跟我們說 這沾白粉 就好 這樣 你去沾 但是你可能忽略掉 這個漏困 忽略掉這個萬古 尤其如果天氣涼的時候 濕度感萬古 就稍微壓起來 這樣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抗藥性的這個問題 那麼 這樣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在用這種礦物油 這個呢 效果很不錯 所以 包括像我們 在用這個 蠻類的油 還可以抗藏紅豬肚 像這種東西 白粉跟紅豬肚 你就有辦法做回來 改正做使用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這大概是這樣 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你這不是白粉病 只是說白粉病 本來就是我們 冬天耗發的病害